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座特别的博物馆 它于2018年11月开工建设 2021年3月正式开馆 这座博物馆的前身是西藏博物馆的旧馆 但它的特殊性远远超出了一般博物馆的范畴 它就是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 全国唯一一个以农奴解放为主题的大型纪念馆 堪称人类农奴解放历史上的不朽丰碑与永恒的坐标 走进这座纪念馆 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 这片古老土地上沉甸甸的苦难历史 在封建农奴制下的西藏展馆里 寒光凛凛的刑具 农奴凄惨的图片 以及一件件用农奴骨头皮囊做成的法器食物 无不让人触目尽心 这些展品浓缩了旧西藏农奴生活的悲惨景象 无声的述说着那段黑暗的历史 旧西藏所谓的佛法昌荣本质上是化了妆的苦难 因为这所谓的昌荣只属于占旧西藏人口极少数的统治者 而他们的既得利益则是建立在百千万农奴的 挨挨白骨和层层血肉之上的 无论是从旧西藏的律法中 还是在那些基于封建宗教所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中 我们都不难发现 不枉西藏农奴们的性命在压迫者们的手底下 甚至连牲畜都不如 在旧西藏三大领土 即官家贵族和寺庙上层僧侣 他们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 对农奴采取非人的压榨和剥削 并以野蛮残酷的刑法 维护封建农奴制度 广大农奴处于社会最底层 毫无地位可言 西藏地方史学家 嘎达·瓦桑多吉在其著作 《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中 曾经这样写道 农奴主可以随意买卖转让赠送农奴 甚至可以用农奴抵债打赌 这段记载生动的描绘出了当时农奴悲惨的境遇 他们就像是农奴主的私人物品一样 可以被他们随意处置 更为残酷的是 旧西藏的法律对农奴的生命也莫无关心 著名藏学家王饶 在《西藏农奴制度的历史考察》一书中提到 根据旧西藏的法律 如果一个贵族杀死平民只需缴纳命价就可以了事 而且命价的多少还要看被杀者的社会地位而定 这种法律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农奴的苦难 在如此严酷的制度下 西藏的农奴们不得不忍受着无休止的剥削和压迫 他们不仅要承担繁重的劳役 还要缴纳各种科捐杂税 想象一下你是个农奴 早上起床扎了个辫子 哎呀得交扎便税 出门剪个柴火 别高兴太早 还得交减柴税 看到路边有牛粪 想剪回家当燃料 不好意思 得先交十份税 村里水井干涸了 你想挖口新井 行啊 先交挖井税再说 春天到了 想种种花美化一下自家那片破落的小院 等等 先把养花税交了再说 你以为这就完了 那你就太天真了 假如你想在拉萨的祈愿法会上高高兴兴 弹个琴 唱个歌 庆祝一下节日 对不起 还得交胡琴税 唱歌税 甚至你要是闲来无事 想听听留声机放松一下 抱歉 听留声机也得交税 简直是只要我想得到 就没有收不了的税 可以说依照旧西藏统治者的意志和利益 拟定出来的地方法典 对过去占西藏人口大多数的农农民众极其极其残酷 不光是剥削人的身体来制作邪魔外道的器皿 而且各种科捐杂税层出不穷 二 金猪麻米一来到我们村就给老百姓发粮食 那是我平生吃的第一顿饱饭 在这样暗无天日的日子里 西藏百姓不知道忍受了多少个日日夜夜 他们的生活就像是一个永远看不到尽头的黑夜 充满了痛苦和绝望 但是正所谓黎明前总是最黑暗的 西藏百姓的希望之光终于在1949年12月到来了 就在新中国成立两个月后 党中央做出了进军西藏 已早不宜迟的重大决策 以原18军为主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开始进军西藏建设西藏 西藏的百般浓浓 这才迎来了翻身做主人的黎明曙光 这支军队就像是黑暗中的一道光 照亮了西藏百姓长夜漫漫的苦难人生 1950年10月 18军军长张国华率领先遣部队跨过金沙江 正式进入西藏地界 当时的西藏交通闭塞 物资匮乏 解放军官兵不但自己克服困难 还时刻牵挂着当地百姓的生活 他们把自己携带的为数不多的粮食和物资分给当地群众 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宗旨 一位参与西藏和平解放的老兵回忆道 我们进藏时看到的是一片贫瘠荒凉的景象 许多藏族同胞衣不避体食不果腹 我们心里很难过 恨不得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他们穿 把自己的口粮分给他们吃 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打动了西藏人民 一位年过八旬的藏族老人泪流满面的说 解放军来了 我们才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当家做主 他们不拿我们一针一线 反而给我们送来了粮食和衣物 这样的军队不是菩萨是什么呢 解放军进藏后 克服重重困难 严格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 民族政策和17条协议 他们一边降妖除魔 坚决打击在当地盘踞已久 或同地国主义为非作胆的反斗势力和封建移密 一边普渡众生 训练学习开荒生产 为西藏人民送衣送药 挑水修路 替人民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排忧解难 说到这里 就不得不提到我们部队的开路先锋精神了 我们的部队刚进入青藏高原时 一面进军 一面驻路 来自四川青海和新疆的三路大军 用了六年的时间修筑了三条 总长近6000公里 平均海拔4000米的公路 从此结束了世界屋脊没有等级公路的历史 其中光为了修好长达2413公里的川藏公路 我们为之现身的驻路官兵就多达3000多人 这些英雄用自己的生命 为西藏铺就了一条通往新生的道路 他们的精神就像是高原上的雪莲 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绽放出最美丽的花朵 这是因为有了解放军比山高比海深的恩情 很多西藏百姓都管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叫金珠麻米 以及藏乳中的打破枷锁救苦救难的菩萨兵 用西藏昌都市江达县港托村的村民 责望凭错的话来说 金珠麻米的纪律可言了 不吃我们一粒青蚌 不拿一针一线 一来就给村里人发粮食 那是我小时候吃的第一顿饱饭 想象一下 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 解放军不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反而还给群众发粮食 这种行为在当时的西藏百姓眼中 简直就是神迹 难怪他们会把解放军视为菩萨兵 因为在他们看来 只有菩萨才会如此无私的帮助他们 除了金珠麻米之外 西藏当地百姓对咱们的子弟兵 特别是部队里头的军医大夫 还有一个藏语尊称 门巴将军菩萨门巴 以及救死扶伤的将军 菩萨的大夫 这个称呼不仅体现了西藏百姓 对解放军医疗队的感激之情 也反映了解放军在西藏地区所开产的 医疗救助工作的重要性 说到门巴将军 就不得不提到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 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中国高原先天性心脏病和 急性高原病治疗专家 曾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 西藏军区总医院院长的一所知 他的事迹堪称门巴将军这一称号的最佳助解 有一次为了挽救一位 由于重感冒而引发急性高原肺水肿 处于休克状态的藏族老阿妈的生命 李素芝克服了极其困难有限的条件 甚至用嘴对嘴的帮老阿妈吸谈 对老阿妈的抢救工作 从头点晚上8点多 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9点多 最后李素芝累得连站都站不稳了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在高原缺氧的环境中 一位军医为了救治一个素不相识的藏族老人 不惜用自己的口腔去吸取患者的坦液 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 这种不分民族 不分地狱的大爱 难道不正是菩萨门巴的最好诠释吗 三 为人民服务 你是个好菩萨 解放军会保佑你的 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西藏广大军民牢记嘱托 携手同心 为社会主义新西藏各项事业的建设发展 做出了新的贡献 特别是在脱贫攻坚战役中 我人民军队在西藏 依旧发挥了带头作用 不畏困难 冲锋在前 西藏军区十名正军职以上领导 每人定点联系一个县 助力十个贫困县 如期摘茂 部队各级亲力帮扶 70个特色产业帮助130个贫困村 2886个贫困户 9551名贫困群众 如期脱贫 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均匀的 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 从修路到医疗 从扶贫到教育 我们的军队始终与西藏人民 同呼吸共命运 他们不仅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 更是西藏发展的坚强后盾 正是有了这样一支军队 西藏才能在短短几十年间 实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封建浓浓社会 发展成为今天这个 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新西藏 回顾历史 我们不难理解 为什么西藏百姓会称呼解放军 为救苦救难的菩萨兵 因为在西藏人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是这支军队挺身而出 为他们带来了希望和新生 他们不仅解放了西藏百姓的身体 更解放了他们的思想 让他们真正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 这支军队他们有着钢铁般的意志 却又有着菩萨般的慈悲 他们有着战士的勇猛 却又有着医者的人心 他们是西藏的守护者 更是西藏发展的推动者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 才是真正的人民军队 什么才是真正的菩萨兵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拉萨繁华的街道上 当我们看到藏族同胞脸上洋溢的幸福笑容时 我们就能深刻的感受到 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才能被西藏的老百姓称为救苦救难的菩萨兵 不用怀疑这支军队就是我们伟大的人民子弟兵 在今天这期内容的最后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部老电影 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 上映于1963年的《农农》 藏族平民强八出生在紧带枷锁的西藏农农社会 父亲因顶撞农农主被活活打死 母亲还不起世代欠下的霸王债 也被农农主热萨朗劫折磨而死 奶奶含辛茹苦把强八带到十多岁 一天饥饿的强八因吃了寺庙的共国 被勾结外国反斗势力的僧侣土登活活 乏为哑巴 从此强八被狼截 收为家奴 过着非人的生活 倔强的强八会表示反抗 从此不再说话 一天强八的好友 铁匠格桑的妹妹蓝朵告诉她 专为老百姓做好事的菩萨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到清藏高原上来了 在这部老电影中 有一场戏是这么演的 一个藏族小伙路过了格桑的铁匠部 想要找他淘碗水喝 格桑充满狐疑的说 铁匠的黑水你敢喝吗 藏族小伙笑道 嗨 什么水到了我这也会变清 说吧 他从包里掏出了一个白色的糖瓷缸 上面写着这样几个大字 西藏建设军区后勤 然后对着格桑和兰斗说 这是菩萨兵金珠麻米用过的 金珠麻米 对 用汉话来说就是解放军 什么军都不是好人 哎 不不不 我这辈子从唐古拉山到喜马拉雅山 从阿里到洛宇走遍了全西藏 也到过汉人地区 从来也没见过这样的军队 金珠麻米就是打碎铁链的兵啊 他们离你们的宗门府不远了 在他们路过的地方 人们到处传着这样的话 东方出了个顶红顶红的太阳 太阳里占着个顶高顶高的菩萨 他看见了这世界上最高的地方 有人在受着最深最深的苦 菩萨的手一指 菩萨兵就越过了千山万水 来解救人们的大苦大难 每个菩萨兵的头上 都顶着一颗五个角的红星星 为什么我们的眼中常寒泪水 因为我们对这片土地 还有那些将他守护的很好的 最勇敢最可爱的人 全都爱得深沉 我们的金珠玛米不仅善于打碎一个旧的世界 同时更善于建设一个新的世界 西藏人民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而他们获得的将是从今往后的幸福生活 在我们这个凡人所生活的世界里 如果一位虔诚的教徒碰到了一个解放军战士 那么他也许会说 阿弥陀佛你是个好兵 菩萨会保佑你的 而在另一个遍地都是神佛的世界 如果真的存在这么个世界的话 要是生活在那里的老百姓碰到了金珠玛米 那么他们应该就会这么说 为人民服务 你是个好菩萨 解放军会保佑你的 金珠玛米就是人民军队 人民军队就是金珠玛米 菩萨就是人民 人民才是菩萨 人民万岁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